来讲一个最重要的新闻写作的基本规格 新闻写作的基本能力 这一堂课要讲的新闻 现在做新闻的人很可怜 现在都都不读书的人才弄新闻 发的真是卡好大 所以讲有道理 真的真的有道理 这个不是我故意要这样讲的 因为决定新闻的本质不是内容 而是形式 形式这种东西 形式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谈水准 但并不是新闻就一定可以写的没水准 等下我这样谈 首先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决定新闻之所以是新闻 为什么那个是新闻 为什么那个不是新闻 到底什么是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这很重要 你不要跟我讲公正客观 那个国小的学生都知道 等下我讲话最后都知道 要决定新闻是不是新闻的重要条件 在于形式跟内容没关系 我需要这样讲一遍 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说公正客观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公正客观是你努力要达到的目标 而不是说那叫新闻 我的逻辑论证很严格 公正客观是新闻要达到的目标 而不是新闻叫公正客观 因为新闻不可能公正客观 我等一下我论证给你听 重点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 就像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之所以决定它的分别 有一个重要的决定点 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最重要的决定点 是它的形式 这个形式叫倒三角形 不要急啊 不要急哦 倒三角形的文本 你只要写成这样子就叫做新闻 你只要不是写成这样子就不是新闻 即使你拿到诺贝尔奖 你写小说拿到诺贝尔奖又怎样 还是小说啊对 它就不是新闻啊 就会是这样子 你只要写成这样它就是新闻 但新闻也是新闻啊 虽然它没有拿到什么 大概是新闻就会是这样子 那什么叫形式 为什么说新闻决定新闻 是不是新闻的东西在于形式呢 来 举例啊 同学 你们的同学当工奴隼啊 你有没有拿到一种文本 一种文件啊 这个文件是讲主子 说明 你办 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这种 这种类似这样子 主子说明你办的 一看到这种主子说明你办 你就知道这个叫什么 小说 你有帮忙吗 这不是小说啦 这叫公文 任何公文差不多都是长着什么 主子说明你办 再过来只是好公文跟那公文而已嘛 换句话说 每一种文本在这个社会 可以被辨识出来的文本 像公文就应该长成这样子 像小说可能就应该长成这样子 其实小说有小说的规格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教 同样的新闻之所以是新闻 有一个新闻重要规格 就是导三角形 先把这个基本概念确定住 新闻系的 搞传播的独四年 要写新闻就是要写出 能够符合这种正确规格的文本 叫新闻 我知道我这样讲 颠覆了很多东西 什么公正科幻的想法 你也不能怪我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没搞清楚的 本来就是这样 我没有骗你 基本规格 不然你写看看 你写成像小说机 你看报告是不是不会登 不会登啊 写人站好都不会登啊 要写成像才会登 知道 这个叫基本规格 好 等一下 同学帮我算一下十分钟后之后要跟我讲 十分钟后要讲十分钟后 好 那什么叫导三角形 我们现在讲导三角形 很简单 第一段为什么叫导三角形 因为最重要的摆在上面 越无重要 越无重要的摆在下面 所以新闻哦 是以重要的程度 每个段落的重要程度 由上往下堆 是这样写的哦 所以一点都不公正客观啊 因为什么叫重要 什么叫不重要 是记者主观的判断哦 这个新闻都是记者主观的判断 不可能公正客观啊 但我们尽量的公正客观 等下会跟你讲 但新闻的规格 第一段就叫做什么 我个W加H 人事实地物 Y就这样子哦 第一段啊 你要把人事实地物跟Y 把它写出来 把事情最重要的梗概 把它写出来 李老师今天下午5点38分 上了这一堂课 课中共有20个学生 其中18个达课 所以对 李老师因此非常不满 差一点打学生 没有 有没有很像一招很棒的社会心 这样 我们写一久了 看前事实地物 第一段就出来嘛 而且还蛮好看 比如这样子吧 第二段就开始讲啊 什么事情 重要的大小开始往上排 第一个老师一定会说啊 一位学生怎么样 就是那个事情 切片片段之后 切片片段 一个一个重点 开始往下排 由上往下排 排到最后 这个东西叫做新闻的写法 就这样子啊 其他东西有跟我们再讲 你现在理解新闻 这段是新闻 就是倒三角形 倒三角形 第一段叫人事实 离物把它写清楚 再过来 依照你看事情 重要的片段 每一个片段 由上往下放 最后一段是最不重要的 最不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你再看新闻 同学真的 你看新闻 看到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错不掉 一点都不会死 对不对 毫无影响 因为它不重要 这就会是这样子 不只是报纸这样子 回去看 电视也一样 广播也一样 网路也一样 都一样 这个是全世界认同的规格 这叫新闻 所以呢 把新闻写好 这个叫形式 讲过了 第一段 五个W加一群 再过来 依照事情的重要性 由上往下排 再过来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不可能公称客观 因为记者在判断事情的 重要性 由上往下排的时候 已经把个人主观的 意志加进去了 真的 真的啦 新闻又要这样写 又要说他公称客观 天生矛盾 不可能 我都不喜欢同学 还什么爽的 不可能 可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让他公称客观 想办法让他公称客观 就会发展出很多 所谓 谁做的技巧 所以所谓的新闻技巧 就是这样出来的 所谓的技巧 就是要让天生本质上 不可能公称客观的东西 看起来还能公称客观 知道了吗 不然为什么说技巧 凭什么说那个叫技巧 凭什么说这个叫新闻的技巧 它为什么不是小说的技巧 对不对 我们说小说 小说会强调 米人话啦 讽刺啦 什么副比心 那为什么副比心 不是新闻的技巧 为什么新闻的技巧是那几个 因为新闻的技巧就是要让 倒三角形看起来 非常的公称客观 怎么样看起来非常的公称客观 有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叫什么 cotension 第二个数字 好的记者一定非常要求数字下午2点半就是2点半 18个人 两条航空母舰就是两条航空母舰 没有在什么航空母舰若干烧的啦 没有在这种事情的 好的记者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第一个 cotension 这种方法追求最大可能的公称客观 而不是说新闻叫做公称客观 两个世界要有这个哲学概念 这个讨论你就要知道 这个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们所谓的技巧是让它看起来更公称客观 那为什么要让它公称客观 因为它本身就不可能公称客观 为什么 因为它是倒三角形被结构出来的 接了四年 只要是新闻这种媒介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大概都还认同这样子的一种规格 所以呢 所谓的新闻学座 就是写出这种倒三角形规格的文本 再过来 在里面尽可能的用cotension引言 在里面尽可能用cotension引言 让它看起来的很公称客观 就是这样子而已 再过来是内容 你要挑什么内容啊 是大气层破一个洞 还是李老师的裤子破一个洞 哪一个是头盘头条 哪个比较有影响 就这样子而已 我破一个洞对世界不会有影响 但是各位同学看起来很赛品 但是大气层破一个洞影响就很多 所以这个叫内容 但内容一定要安得在这个形式之下 人家才会说 那个叫做新闻 要不然它就很可能变成什么评论 对不对 可能变成什么 那个论述 可能变成研究 对不对 它就不是新闻 新闻大体上 就要安得在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倒三角形 第一个 你看十分钟了没有 超过了 不要跟我讲 那是几分 呃 十分 超过十二秒而已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一个video都只读十分钟 谢谢各位